有新兰第一大城奥克兰暴雨致灾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机场外头水深急腰 部分航班被迫取消或是改道 市区的路段也封锁了 路空交通打乱 商店和住宅都泡在水里面 还有住宅因为暴雨坍塌 国防军和救难人员紧急疏散民众 请想部门也发布最高红色暴雨预警 接下来的五天还有大雨 就怕灾情还会持续恶化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